一群成年大叔前扑后继坐上玩具车 然而频频翻车 车步入满场飞 他们这么拼命的原因 居然是为了最快达到终点 你可能不相信 但这绝对是一场正规比赛 首先介绍下比赛规则 全体选手都必须从高达80米的山坡上滚下来 最快到达终点的人 就是冠军 就能获得100万美元 这样的挑战 谁能不信中呢 比赛开始 两名选手自信满满冲下山坡 一个人却在半路失踪了 另外一名也好不到哪里去 歪歪扭扭 最终还是翻车了 选手不管三七二十一 提起车就往多顶上 而消失的那名选手 渐渐追了上来 中途又一次翻车 无奈 他只能学着前面的人 躺起车跑到终点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挑战者 明显买得四驱车小了点 这才刚起步 小车零件就掉得708路 车孤路满场飞 可怜这玩具车 还没成年 就被迫出来工作 这次 上场的小白车 明显车技能 即使一边跑一边掉零件 丝毫没有影响开车的速度 但快接近终点的时候 就翻车了 直接滑了小车 这两个人同时冲下斜坡 小红车可能是太紧张了 紧张到把上面的方向盘 给硬拽掉 后车虽然慢了太一步 但是身上的零件 却都往好一走 小红车最后还是翻车了 后面选手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了上去 如果不是选手们戴着安全帽 要不然车祸现场 这要变成灾难现场 双方的车子都已经报废了 只能躺起车 跑到终点 小红车可能觉得惯性欲望 狠狠将车子砸向地面 差点牵连到无辜远 这位小伙子翘着双腿 目视前方 车的速度很快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翻车了 又一位挑战者选择粉色车 难道是猛男都爱粉红色吗 人连带车翻滚好几圈 原谅我不厚道地笑 选手站起来后 发现自己的裤子也差点要掉 还好手快 没让裤子滑下去 要不然我都怀疑他是要色诱了 后面他单纯推着小车跑 一路跑向中间 这辆车看上去歪歪扭扭的 确定可以达到终点 毫不意外 他在冲下坡的时候 还是翻车了 上演了一幕 车在前面滚 人在后面追的经典桥段 这辆小子是目前最靠谱 跑得嘎嘎好 一路上遥遥领先 他似乎掌握了开玩具车的诀窍 磕磕绊绊到达了终点 瞧他开心的样子 仿佛冠军非他莫属 而一同下来的对手 似乎情况很不太好 抱着车咕噜 一路跑向中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个人给孩子买的车小了点 走了没两步 小车就抗一扳车了 还被新的小哥站起来 发现小车还在前面 咕噜咕噜地跑 主人没了 但想想您的心依然很强烈 这辆车看起来挺酷的 挑战者开车也很猛 直接就往坡主冲 身后沉土飞扬 车咕噜也泻了一个 但还是成为第二个 最快开车达到中间 后面的选手 有的刚开始就结束了 有的腰折在半路 这位感觉像是多喝几分老白单 我也挺不错的 玩具车也承受他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压力 最终 他还是获得了最后一名 他还撂下狠话说 自己一年还要参加 即便知道会受伤 但还是会勇往直前 表面上 这是一场奇葩的玩具车比赛 但实际上 这更是一种永不言气的经验 这更是一场奇葩的玩具